這座是一座五十年樓齡的樓 你可能會問 為何它有五十年樓齡 它明明的樣子好像挺新的 有玻璃幕牆 沒錯 它是一座翻新的樓 而這座樓的名字是葵方會 在葵涌廣場斜對面 我們看看2009年的Google Map街徑 看到這座大廈 前身是龍藤大廈 1974年落成 下面是一座護老院 上面的大廈是米黃色的外牆 到2020年的時候 搖身一變 2020年落成46年後 就翻新了整座樓 由大業主收購了整座樓 就翻新了 下面的雙鋪基座也有翻新 改名為葵方會 你看到這個葵方會跟其他新樓有些不同 不同的位置就是 雖然用了大量的玻璃幕牆 和顏色設計都非常貼近新樓 但不同的位置就是 沒有露台 至於為何新樓都會有露台呢 因為在屋宇柱 地政總署和規劃署的作業庇口 露台是當作為環保和創新的東西 所以可以在總樓面面積中豁免計算 而這個本身叫做隆藤大廈的葵方會 這個翻新的過程就沒有加入這個露台 因為可能加入露台又會牽涉到更多的成本 所以就沒有加入這個 更加顯示到它和其他新樓的分別 所以這個葵方會只要你拉近一點 就發現它其實是沒有露台的 但它的外表又這麼新 這就是顯示到它翻新樓的身份 而這個葵方會就 在2020年樓市最遲的時候來賣 所以 即使它當時有46年的樓齡 但它都夠膽去賣18000至20000呎 比起同區附近 相近甚至乎更新樓齡的樓 可能賣15000呎 這個翻新樓夠膽賣高兩三成 而也是得到捧場 所以最後這個大業主也是賺到很多 在這個方面 再來到深水埗通舟家的 WEST PARK 你看到這個基座 你不覺得也挺新的 但慢慢看上去又好像 不太新 但也很新的樣子 這樓其實也是一個翻新的樓 原子其實是一個酒店 2001年落成 也是在2020年的時候 完成翻新並且推出出售 我們看看Google Map的街景 本身這個位置就是 細雲台 上面就是一朵粉粉的顏色 下面就是 這種鑽 有點像太古城的顏色 其實這個設計有點像 90年代到千禧年代 的一個設計風格 感覺 我們可以看看一些歷史資料 香港細雲台酒店公寓 大國咀通舟街 256號 地址也適合 以前就是 細雲台酒店公寓 到了 2011年的時候 看到Google Map街景 名字已經改了 就是OVOLO的酒店 你看到了 OVOLO 在下面這個位置 Groundfloor這個位置 看到它更新了 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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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的風格 簡約的設計 但上面仍然是粉紅色的設計 你看到它也有些出租 放一些廣告 就是這個年代 OVOLO 網上還可以找到一些關於它的資訊 這些就是當時的照片 酒店的環境 大概就是這樣 再及後 到現在看到的WEST PARK 由酒店改為一般的住宅 內部和外部都進行翻身 你看到了 大堂也很漂亮 用上了一些新樓 很常見的灰色 再加上一些木紋 這些都是 在新樓裏都很常見的設計 令到 大家觀感會覺得 這棟樓也很新 在2020年的時候 這棟 擦售的時候 其實這棟樓已經有19年的歷史 也是一個翻身樓 到現在 其實已經有23年的歷史 但其實它外表 如果你只是看 機座的話 其實也很帥 你看上面的話 其實也是 比一般同齡的樓 為之帥氣 而這個翻身樓和剛才葵方會的例子 也是欠奉這個露台 再看看這個WEST PARK 斜對面這個事件局的項目 影昂 2023年落成 現在還未賣 你看到 近乎每一戶都會有一個露台 這個就是 新樓很典型 現在新樓一定會有的設計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在這個WEST PARK 即是右邊的建築物 旁邊的位置 又有一批新樓 這就是外海仲 也是事件局發展的項目 大家都差不多時期去開賣 當時事件局的外海仲 賣到 $2萬-$2萬-$4萬一呎 但這個WEST PARK 只賣$1萬-$2萬多一呎 都吸引到不少人去買的 這些翻身的樓 或者坊間有些人會叫化妝樓 只是做一個內外的翻身 就不是一個完全的重建 這些樓 估計都是屬於 市房比較刺熱的時候的產物 到現在 市房向下行的時候 買家選擇多了很多 可以買一些真的新的新樓 雖然可能要多一點 差異又變小了 或者他會選擇 用同樣的價錢 買一個大很多的舊樓 所以 現在應該就比較少 會再有發展商 購入一些整棟的舊樓 然後進行一個全面的翻身 再去買出去 而買這些翻身樓的後續影響就是 當這些其他旁邊 例如剛才的West Park旁邊的外海中 這個真是新樓的新樓 現在只不過是 在賣15000-16000元一尺 那麼 West Park旁邊的 都很難不受影響 那些業主雖然叫價 去18000元一尺 但基本上是很難有人會成交 因為你看到這樣的價位 你想也不用想 直接都會買外海中 價格都會受到這些 新樓越來越便宜的拖累 令到 沒有那麼保值 相對上這些翻身樓 好啦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還有葵方會和West Park這兩個翻身樓的情況 不知道大家 會不會選擇購買這兩個翻身樓 還是不會呢 大家都可以留言 討論一下 未來有預告一下 其實在West Park附近 有一棟樓都 蠻值得說一下 現在閃一下這畫面給大家看一下 這棟樓的歷史背景和現在的發展狀況 都是相當特別的 亦都是有一個翻身的情況 出現 未來我會拍片和大家 說一下 大家密切期待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製作人括 頂 Rosie 凡асти ph